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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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愿意 钱我都带来了 这样 对不起 不卖 小鸡兄弟 你不要给脸 不要脸嘛 小鸡兄弟有点累了 得休息 你要想谈的话 你跟我谈 咱们出去谈 别耽误他休息 跟你谈 你配吗 谈完你就知道配不配 你黄老哥我 从来不耽误那些闲工夫 哪来的 哪给我呆着去 欲在我手上 走 我是承熙黄老邪 轻敌遭到生死劫 有遭一日伤好后 叫他满身都是血 老邪啊 你干吗呢 赏花 你看这花 开得那么的严 而我 却只能在病房里 独自伤怀 我操 你个装笔犯 早晚还干 不是 你啥时候能处业呢 估计 还要两个礼拜 不是 老 老邪 小你那小子我 我我找着了 叫赵鸿鸣 在火车站那儿开了 开了个旅馆 这样 老五 嗯 两个星期之后 你和老邪 多带点弟兄 嗯 带上枪 先砸了他的旅馆 再给我废了他 这个仇 一定要报 汪总 好 算账呢 嗯 字不错啊 咱们干了黄老师 以李老棍子的江湖地位 就算没了面子 也肯定得加倍报复他 你觉得咱们几个人 再加上李四那几个小兄弟 是这条固定的对手 肯定不行 李老棍子可不是小混混 跟他干 必须得多增加人手 哎 你天天在这门口说得天花乱坠的 不也有几个小兄弟 要跟着你混吗 有啊 就是能打架的没几个 我看站那里也一般 也就能刷刷嘴皮子 不是 你不能总拿别人 和咱侦察连车友比 那你要这么说 明儿把咱们连战友都叫过来 甭说他们李老棍子 瞬间就把你们市局占领了 你信不信 别抬杠 说着你呢 你认不认识什么 真正有本事的社会大哥呀 不是 你呀在这儿出声的 你都不认识你问我 真行你 我哪跟那些地痞流氓打过交道啊 那些人我们见一个打一个 这会儿值得后悔了吧 你想想 当年那二虎 还有什么什么陆伟 当时要跟人好好说说 没准现在他成哥们儿了 你提他们干嘛 我就算让李老棍子干死 也不跟他们交朋友 哎 公平啊 我还真认识一人 指定能帮什么 客气啥呀 走吧 刘哥 刘哥 忙着呢 你这是带人找我茬来了 不不不不 你老拿个班子说话怎么意思啊 我有意思怎么的 怎么的 别别别别 刘哥 你得消消气 我这今儿不是有事求你们吗 你有事求我 你别开玩笑了 你这么牛逼 一人把我四个兄弟给打了 是 是 这没事 弟弟请您喝顿酒还不成吗 请我喝酒 我跟你很熟吗 走走走 咱别低三下四 这不是说吗 他妈说什么说 我就算被人打死也用不着他 别咬我 走 你俩等会儿 干干干干干干干走 刘哥 刘哥 那 弟弟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通口二的 黄老邪 您认识吧 黄树郎 前两天 让我这兄弟给尬了 我料定这事 李老棍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先上鸣 我们哥俩绝对不是帕帕 我打心眼里是想结结实实地 跟李老棍子插一架 但是说实话现在人手不够 弟弟今儿来就要您这句话 我靠他妈的黄鼠狼 我现在就是抓不着他 能抓着都我非得再砍他一顿 上次啊 葛那工会门口 我看着他骂一个六中的小姑娘 我追着他砍了几十刀 没砍死他 我跟你说他的命是真硬 该砍 该砍 不 你们这次到底咋个事 我有一个兄弟收了一块玉 结果李老棍子看上了 就叫人过来来收 我兄弟不愿意卖 结果给我兄弟扎了 李老棍子 他整天就靠这些 偷鸡摸狗的事挣钱 我最瞧不起的 结果前两天黄老杰又上医院去了 要额我兄弟 让我给堵着了 脚给弄了 好 弄得好 黄鼠狼就他妈该打了 这样 你俩这个事按理来讲我不该管 为啥呢 首先你姓深的把我兄弟给打 我没朝你算账给组你面子 再说咱又不熟 是吧 但是 今天你们过来找我来 就是你们敬我姓刘的 我也敬你姓深的是条汉的 所以说 这个事 你们俩要是真胖 全躲我家去 讲话了 我就不信他们敢去我家 刘哥 你误会呀 咱俩今天来 是来找你帮忙的 你要不愿意呢 就当咱俩是放个屁 你说啥呢你这 但是你要说躲 那是不可能的 不躲 行 你俩胆不小啊 现在咱们这个事 敢动李老棍子的没几个人 他弄我兄弟 这事不能算了 我跟小深 咱俩都不是怕死的人 咱俩在战场上 就死好几回了 不等会儿 你们俩还当过兵 我也当过兵 是吗 说什么呢呀 那你小子身手也不错吧 我跟你说 这小深身手真不错啊 一个人把我四个兄弟 给撂躺了你 你们当初什么兵 真这样兵 对 刘哥 我当初 汽车兵 对 对对对 更得喝一个 来来来来来 刘哥 我进去 刘哥 当初跟你一拨那人 现在都发了 那你 跟你说啊 缺德的事 你刘哥我从来不干 就像李老棍子他们那样的 早晚得遭报应 讲话了 那个什么张浩然 不是前两天在体育场让人给捅了吗 这就报应 刘哥 您这再怎么说 您也是个大哥 您说您这大马路上兄弟 摩擦 我凭我自己手艺赚钱 我他妈有啥磕着呢 不是 不过这暴脾性我就上来了 我问你我哪磕着 罚一杯 罚一杯 来来来来 我佩服你 我敬你一杯 好 来 不不不 带我一个带我一个 来 来 来 这样啊 以后李老棍子再找你们兄弟俩 你们俩的事 就是我刘海柱的事 好吗 得嘞 来 干干干 来来 这这这这 来来来来 马上马上 几人边喝边聊 竟然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 鸿冰二人的豪气云天 和刘海柱的峡谷柔长 对上了点儿 除了一见如故 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行行行 电号什么时候走了吗 嗯 在等学校通知呢 应该 没几天了 那我明天带你去买一些 你要的东西吧 红冰 我什么都不缺 我唯一缺的就是带不走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棵种子 随分落到一片泥土 然后我来 但是变成了一棵大树 呢 他就是一棵大树 就被我们虐一层 television 真是一棵小鸟 不高 三棵小鸟 达巡师 可能给他 там 还跟不是 蛮的 很可能 一棵四景 二棵 都是这棵像 一棵小鸟 都是点 这棵小鸟 是水 那 如果小鸟可不来呢 大叔还是会等啊 因为他已经扎根在跟小鸟相遇的地方 王婉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上楼跟小鸟说点事 一会儿下来送你回家 等急了吧 走吧 那个 怎么了 怎么了 今天晚上我不想回家 这会儿的队段 吃啊 最后是吃东西 煎鸡 receive 冰糖 冰糖 中酱 冰糖 冰糖 冰糖